啊 嘿嘿嘿嘿 我最近在家翻出了这么一大楼我小时候的日记本 我在重读其中的一部分的时候我就被惊到了 这小屁孩 真的是我吗 这小屁孩内心也太丰富了吧 而且这小屁孩竟然还经历了很多这么可怕的事情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写了17年的日记 给我带来了怎么样的感悟和变化 在我翻开小学日记本的时候我就特别感慨 人越来越长大就会发现人越来越穿上了一层外衣 尤其是到社会中之后会发现 这些人呢 怎么能这么油腻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还不眨眼的 但是小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 你没有这个社会角色的外衣 你经常都会一丝不挂的 精神裸奔 当你写日记的时候你就像一个孩子 把自己最真实的想法 毫无保留的呈现在你的日记本里 有什么说什么 最真诚的对待自己 我小学的日记本我觉得可以用一个字 来形容 给你读一段啊 2006年9月5号星期二 今天上午上音乐课 是个新老师 有位同学上课喝水 老师就把水 倒在他头上 2006年9月7日 星期四 今天没有什么大好事 下午上电脑课 来了一位新老师 在门口排队时 一位同学 姓潘的同学啊 慢吞吞 大家都排好 他还没 那老师走上前 大声叫道 你这该死的 排队怎么这么慢呢 还用力推他 潘同学 连眼珠子都不转 我们背地里都叫老师 凶八男 2006年9月19号 今天上音乐课 有位同学在写作业 被音乐老师抓住了 老师就瞪起 灯泡眼 还把他的书 给撕了 在我写日记之前呢 其实就发生了很多这种事情 我三年级的时候 一直记忆犹行 我们的班主任呢 叫同学站到上面 把这个胶带纸啊 把小朋友嘴巴 从这个耳喉根 贴到这个耳喉根 还说把鼻孔也贴进去 那当然很多小孩在上面 一边贴一边流泪 那个画面我真的是 在当时的老师的眼里 可能这是对孩子好 给他们点教训 但其实现在看来 就叫做虐待儿童 那除了这种比较直接的肢体碰撞 其实还有一些事 2006年10月10日 星期二 张老师今天说我胖 我哪胖了 我感觉他是嫉妒我 穿牛仔裤 可以勾勒出我纤细的身材 我说老师 明苗条 张老师说 你肚子大 很多女孩子的身材焦虑 是哪来的呢 这些微小的事情 都能体验出来 那像我可能脸皮比较厚 我就无所谓 你说我胖 你就是嫉妒我 但是可能对一些女孩子来说 你说我胖 我真的胖 我这不好 我那不好 我不就自卑了吗 是不是 可能就会造成一生的不自信 或者自卑感 再加上我青春期小学的时候 特别看不惯老师的一些行为 就经常会拿未成年人保护法 去顶撞老师 反对超书 反对补课 甚至打电话到教育局 去举报老师 补课在孤立和针对和抗争当中成长的 在2008年的时候 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 想起以前在家长会上 老师当着所有家长的面 叫他们的孩子 不要跟我玩 虽说下雪学习好 但从来不用功 你们的孩子 不要被他带坏了 哈哈 可笑 我倒是写着 写日记真的是有疗愈作用的 说句实在的话 其实人的悲欢 真的不相通 马尔克斯就在他的百年孤独里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们总是想要找到能为自己分担痛苦和悲伤的人 可大多数时候 我们那些惊天动地的伤痛 在别人眼里不过是随手扶过的尘埃 或许成年人的孤独就是悲喜自渡 不管是小孩子也好 成年人也好 有一些时刻只能悲喜自渡 因为在你看来好像是很重要或者很受伤的事情 你去跟别人说 别人是理解不了的 甚至还给你泼一盆冷水 所以有些事你就慢慢慢慢只能放到肚子里 那憋久了可能会出问题的 也不是所有人都有条件和意识去找心理咨询师的 那么其实写日记是一个非常好的自我疗愈的方式 日记可能就是你的一个精神出口 在我的日记本里呢 我发现我也经历了一个困惑时期 越长大越不知道自己擅长和喜欢什么 但是不停的追溯以前的日记本啊 就会发现 其实我们喜欢和擅长的东西老早在童年时期 甚至是青春期 就已经显现出来了 但是越长大 我们接受的社会期望越高 主流声音越来越嘈杂 导致我们看不清自己真的喜欢什么了 我在高中的日记本当中发现呢 我一直都在吐槽 我的物理和数学 为什么老师挂课 老师不及格 努力了也没有回报 但是我发现有一两个方面 从我的小学到初中 一直到高中 一直都是处在正向反馈的状态 2006年10月20号 上英语课 老师得了重感冒 让我们自由活动 他让我被英语故事给他听 我熟练富有感情的讲了出来 到了高中的时候 是在公立的重点中学读的 然后不太有外教的啊 但是高一的时候好像有那么几节外教课 在这里呢有一个外教给我的 Speech evaluation form 当时他给我的评语有那么几句话 Speak very well Love how you use emotion Great eye contact 2011年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主持比赛 然后从出赛 复赛发现还挺顺利 在我的本子上画了一个卡通 上面写了 祝福他们 那个时候发现主持让我很快乐 演讲的感觉特别好 到了大学的时候 我还是一如既往的在主持和英语演讲方面 有自己的嗨点虽然我大学的时候并不是学这个专业 我学的是金融 我当时甚至觉得我会研究生继续读金融的 但到了大三大四的时候我才发现 其实我擅长的东西一直都陪伴着我 但是我一直在忽略它 总觉得金融这个行业啊 大家都说这个行业好香波波 有更喜欢更擅长的事情 不应该浪费掉 就这样 然后我研究生去读了美国的新闻学院 找到了自己真正擅长和喜欢的领域 所以当你迷茫不知道自己喜欢和擅长的领域的时候 不妨去童年当中找一找 童年当中你会不自觉的本能的做出对外界事物的反应 那这些事很可能就是你喜欢而且擅长的领域 锻炼语言表达能力的很好的方法就是写作 但很多人找不到时间去写作的 你写日记就行了呀 你不需要考虑要符合任何的作文标准 你也不用考虑去照顾别人的感受 你只需要 自由表达 你头脑当中有再多的想法 当你把它落到纸上的时候 你经常会发现 词不达意 这个就是表达能力的训练了 你要经常去写 经常去练会发现 你的思想表达越来越准确 那这个写作的表达能力呢 也会影响你的口头沟通 也会影响你后续跟人打交道啊 包括你的思想的传递 表达力真的是伴随一生的 写日记呢是有历史意义的 也许你会说 哎呀名人才写日记才叫历史意义 人家写下来有后人去研究 我写下来的就是纯粹的碎碎念 有啥意义呢 那不是这么说的 你要想啊 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都非常不容易的 每个人用自己有限的资源 条件和能力 去创造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生活 这不值得记录吗 每个人的经历都是独一无二的 思想也是独一无二的 这不值得记录吗 日记是为自己而写 或者有机会的话 留给自己的后代看一看 它不就是一部个人史诗了吗 千万别小看这些日记本里的碎碎念哦 它不光是你的精神后盾 还可以成为你的个人史诗 好啦本期的分享就到这里 有空你也写写日记吧 因为时间呢 错过了就不再回来了 你的经历错过了 可能就遗忘了 把它记录下来吧 拜拜 嘿嘿 现在来看看 我不能了 那我去做了 我去做了 好